十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藏 庄严肃穆 哀悦诋毁 一堂正听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卓林统治 横幅下方是卓林遗像 卓林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时许 胡锦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易平 李克强 賀國強 周永康 王剛 王兆國 王岐山 回良玉 劉琦 劉雲山 劉嚴東 李元朝 張德江 余政生 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來 朱鎔基 李瑞環 魏建行 曾慶弘 曾慶弘 吳光正 羅幹 何勇 令濟化等 在哀樂聲中 緩步來到 卓林同志的遺體前 肅立莫歪 向卓林同志的遺體 三居公 並與家屬一一握手 表示慰問 卓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 胡錦濤 江澤民 吳邦國 溫家寶 賈慶林 李長春 習近平 李克強 賀國強 周永康等 以不同方式 表示慰問和哀悼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 以及卓林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鄉的代表 也前往送別